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载有报 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读报 特朗普制裁世界卫生组织 他究竟在考虑什么 我们今天聊聊这个话题 国际聚焦 我们关注世卫组织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 在世卫组织会费上要赖账了 你看现在无论是金融时报 还是海峡时报都在说 特朗普现在面对国际社会的 一片斥责呀 就连约翰逊都不会说他的好话 下面是新报和新岛日报 你看也都在说 多国都在批特朗普 向世卫组织开刀 完全是在自己逃避责任 美国疫情如此严重 怎么能够甩锅给世卫组织 下面再来看明报 你看这儿有一篇社论 这里面就指出 抗议不行 怪谁 怪世卫组织 这就是五十步 笑百步 当然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的话 能甩一个锅就甩一个锅 下面来看 CNBC和联合报里面指出 你像比尔盖茨也在批评 特朗普认为不支持 世卫组织是一步 非常不应有的错起 端新闻 纽约邮报里面在提佩洛西 佩洛西时时刻刻都会批评 特朗普在世卫组织 这件事情上一定会大家踏伐 而且说很快就会挑战 你看着吧 等着吧 国会山河文会报里面指出 你看针刺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疗杂志 他就指出特朗普如果退群的话 如果不愿意交费的话 这是犯的是反人类罪 这个话说的是很重的 还有文汇报和经济日报 你看中国就说 世卫组织的地位难以替代 希望美国要履行相关的职能 而且美国损害国际抗议合作 也是非常不应该的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言外因 就是特朗普不要退群 特朗普其实扬言要打造 另外一套世卫体系 联合新闻网和CNBC里面指出 你看特朗普不说我不交费了 结果谭德塞说没办法 我只能寻求其他国家给更多的钱 不然工作没有办法做 而且世卫组织表达了一个遗憾 不应该不交钱 信报和经济日报里面都有两篇社论 一个是疫情救人要紧 如果只想玩政治的话 非常非常的没有良心 而且你看特朗普实际上 吃的是人血馒头 美国国内的确诊已经超过了60万 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 金融时报和香港01 你看里面就提出来 从世卫组织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做得没错 那么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 是完全不公正不公道 而且疫情的问题 应该交给美国的专家 尤其是医疗专家来处理 而不应该是特朗普 特朗普说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病毒 本身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来看新城和Business Insider 这里面又再说一个问题 美国疾控中心说 对不起 不管你特朗普怎么办 我都会和世卫组织加强合作 这才是应有的态度呀 《大公报》和《华盛顿邮报》 在说一件事情 你看 给美国的老百姓派遣 但是呢 这个支票上要写上特朗普的名字 究竟是支票还是选票 相信有人就会认为 它是违反了美国的选举法 《华盛顿邮报》里面 有一条消息说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特朗普 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 推动在5月1号复工复产 但是要求自己的幕僚 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行 疫情还没有被控制 《明报》呢 美国这个国家 严重依赖国内的消费 你看 上月的零售跌了8.7% 历来最差 《联合报》和《华盛顿时报》 里面有一个问题 说的是什么呢 特朗普现在开始口气变软了 说我愿意和这些州长们 去协商哪一天复工 哪一天开始有新的经济生活 这个人扮相是什么呢 是邦迪 他实际上是一个叛变的船长 后来被船员们制服了 究竟州长和特朗普 谁是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不好说 下面来看 《华盛顿邮报》和《乔报》网里面 就提到受疫情的影响 美国你看2100个城市没有钱了 只能削卷财政预算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到联邦去要钱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和《华盛顿邮报》 也在说波音现在是雪上加霜加的 不是一层霜是多层霜 有300多架飞机的订单已经被取消了 没有办法 波音737 MAX技术有问题 《华盛顿邮报》和《环球网》里面又指出 你看特朗普团队又抛出一个新的借口 说只有我连任我才能够追责 追谁的追 追中国的责 所以他不断地把疫情问题政治化 甚至成为自己选举的一个重要的噱头 《信报》和《华盛顿邮报》里面又指出 纽约修改了死亡的统计方法 所以染疫的人已经超过了1万人 CNBC和《中国时报》里面指出 哈佛就预警 2024年之前可能这样的疫情还会卷土重来 真的需要当心 《纽约时报》《香港01》里面就指出 纽约州的州长签署命令 说出去必须要戴口罩 醒悟的有些晚 《信报》里面就指出孤身 你看巴菲特戴的是比亚迪的口罩 他的意思是我要长命百岁 不能出任何的健康的疲漏 你看另外一条新闻说的就是 美国国内现在十分之四的人 有抑郁感觉到很孤独 这确实也是疾病带来的一个新的心理问题 《新岛日报》和《今日俄罗斯》里面 就指出全球的确诊已经突破了200万 十天增加了一倍 但是呢无论是非洲和印度 如果疫情再爆发的话 将会对其他国家包括对欧美 带来更大的挑战 《大公报》和《文汇报》里面指出 人口多频繁的接触 莫斯科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纽约 包括北极圈里面也有人感染了 你看俄军呢就空运战地医院来处理 下面是法广和彭博里面就指出 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三分之一的船员已经确诊了 真的是非常不应该啊 这也是对具有三防能力的军舰提出严峻的考验 海峡时报和香港01又在说一个问题 新加坡你看又新增了 447例确诊 单日新高 《联合早报》里面指出一个问题 就是IMF在说 澳大利亚也进入到了30年来的首次衰退 这个比例也是很大的 还有《金融时报》和《信报》在说 新兴市场走资 就是撤资的越来越多 就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 而且美国是拒绝给这些新兴国家提供支持 它认为我自己的事还没解决 怎么可能会帮你们呢 这是路透社的消息 就是受疫情的冲击 亚洲2020经济可能会归零 就是不增长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彭博和《联合早报》里面就指出 IMF希望各国避免重蹈大萧条时 缩减预算 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扩大预算才能够刺激消费 不能搞反了 香港01和《华盛顿邮报》又在说 欧洲的抗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你看德国说我要放松管制 但是这是在走钢丝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实施管控 出来的话可能会导致疫情再次大爆发 金融时报里面就指出 你看供应链出现了断点 导致汽车产业想复兴 想复活也非常非常难 汽车其实对全球经济一体化 依赖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看另外的媒体 包括路透社里面在指出 欧元主席就称不排除联合发展 来应对疫情危机 还有新华网和金融时报里面 在指出G20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同意最贫困的国家 暂停偿还债务并不是免出 NHK和共同网里面就指出 安倍准备向每一个人发 10万日元作为补贴 当然呢 如果新冠疫情对策处理得好 对GDP也能够带来一定的帮助 文汇报里面指出 美国现在大开印钞机 结果可能会导致 全球出现新的麻烦 这实际上是金融泡沫 可能出现的一种境遇 我们来看卫星网里面就指出 科学家在蝙蝠身上 发现了另一种冠状病毒 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韩国的中央日报 南华早报里面指出 有可能新冠病毒发生重大的变异 所以疫苗的研发可能白费了 不可能白费 在原有基础之上继续研发 这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联合早报另外一条消息 你看有些国家说 脊髓灰质炎疫苗可以防冠病 那么世卫组织就批驳了 说不存在这种可能 那么联合早报里面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 这个病毒可以通过空调 更多的是中央空调传播 所以确实需要做好防范 口罩不能少 好 环球网 另外还有我们来看 曼谷邮报里面指出一个问题 就是尸体确实也会 传染相关的病毒 所以需要在尸体的处理上 要做到以火化为主 包括之前你看纽约曝光出来 有很多囚犯参与尸体的掩埋 这本身就带来很大的健康的威胁 不能这么去处理 好了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我们来看这是华尔街日报里面 就指出 现在全球的石油需求 降幅已经创下了记录 但是有很多国家 现在抓紧时间 进行石油的战略储备 台湖时报 联合报里面就指出 韩国的国会选举 现在执政党成为大胜 有可能会夺得三分之二的选票 确实也很难得呀 包括你看 明报和韩国的媒体里面都在说 这个投票率又创了新高 大家对文在寅还算是比较满意 环球网和郭惠山里面又指出 美国防长说 感谢韩国送给我这些防疫抗疫的物资 但是军费不能少 咱们之前谈好的 40亿也好 50亿也好 接着谈 明报和信报里面又指出 奥巴马表态支持拜登 说他具备总统的素质 而且奥巴马去劝了桑德斯 桑德斯最后退学了 英国的卫报和联合早报里面 提到的就是亚马逊的贝佐斯 你看他的资产增加了这么多 为什么呢 亚马逊现在真的是 挣的是盆满钵满呀 华盛顿邮报里面又指出 美国的桥梁现在都已经老旧了 需要翻新 这里面会催生出来 1640亿美元的 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呀 特朗普是干嘛的 就是搞房地产发家的 对于他们家族来讲的话 肯定是个好事 我们来看路透社里面就提到 特朗普说 国会你们可以歇一歇了 可以休会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任命 政府里面的某些官员 不需要经过你们给我捣乱 你看卫星网 这里面就指出一条消息 乌克兰允许对俄目标 进行导弹的攻击 说这种话的人 肯定是不经过大脑 另外呢 莫斯科时报就指出 乌克兰安全部门抓了一个 所谓俄罗斯的间谍 美国之音和金融时报 里面又提到了巴黎圣母院 现在由于疫情 没有办法翻新了 想开业的话 什么时候呢 得到2024年 还早着呢 CNN和信报指出 德国的动物园 现在没钱了 怎么办呢 准备宰杀动物 难道没有动物保护法吗 怎么可能在疫情期间 宰杀动物呢 文汇报和Asian Review 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不少的国家 不光是日本 由于疫情导致大家离婚 两个人分居 结果没地方的话 你看日本民宿就推出来 我给你房间 其中一个人搬到这儿吧 避免你们俩见面就吵架 见面就打架 这完全是不合适的事情 下面来看南华早报的一条消息 说的是网课 那么大千世界 我们就看一看网课 第一条消息 新鲜马 初恶 初恶 我的骄傲满脏 初恶 初恶 我回我成今我远 人风 初恶 让他轮回不灭 是我 尽头的张望 初恶 初恶 我指账不害怕 初恶 初恶 我无所谓 让我弱 有好多学生有条件 却不愿意上网课 但是有一些人是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网课 求之若可 当然也需要感谢电信部门 能够在如此偏远的地方 还提供网络信号 这也是难得的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吧 我们来看习近平的署名文章 里面指出团结合作是 国际社会战胜疫情 最有力的武器 关键在于团结合作国际社会 那么《明报》和《大公报》里面 就指出杨洁篪和蓬佩奥 通电话促聚焦合作 希望蓬佩奥不要再去抹黑中国 这是最关键的 下面是《经济日报》和《新华网》 里面就指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说 向中国来索赔 简直是不允许的事情 不可思议啊 来看《新岛日报》和《经济日报》 你看这里面 尼日利亚的外长已经澄清了 之前说中国歧视非洲的人 完全是不属实 属于是误解 那么《新报》和《新岛日报》里面指出 赵立坚就说希望法方消除误解 而且也无意批判法方的抗疫问题 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那么《新华网》和《联合早报》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中国 提供抗疫的帮助 要有感恩之心 《人民日报》和《新岛日报》里面指出 雷神山医院已经修仓了 那么所有的医疗队伍全都撤离 湖北的向黑龙江捐助了 3000万医疗救援物资 这实际上就是投逃暴力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来看《明报》和《新京报》里面就指出 出现聚集性疫情反弹 哈尔滨的指挥部被约谈 而且输入案例也很多 哈尔滨现在只能是变相的封城 《人民日报》和《新报》里面指出 对无症状感染者要严格进行医学的管控 现在有多少了 6764人 数字非常大 《经济日报》和《联合早报》里面就指出 张文宏就说 靠群体免疫是不现实的 如果靠群体免疫的话 美国会死600万人 你看有专家就说 育后三到六个月之后再考虑生孩子 否则的话会有问题 那么《联合早报》和《明报》里面又指出 针对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抗疫和防疫问题 如果你要隔离的话 要自付费用 如果治疗的话 可以先救后收费 都是非常人道 我们来看《亚洲周刊》 毛峰一篇文章 这里面指出的是什么呢 在华日起复工复产 没有撤离潮 不像有一些人在炒作这个问题 那么日本实际上是希望 关键的产业链自己能够自主 并不存在政治的考量 所以有一些外媒 不断地在炒作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去炒作 下面是《南华早报》的消息里面说的就是 你看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之后 签的协议在履约的过程中 由于疫情可能会有一些波折 当然中国的这种产业链 确实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一定的影响 你看美国就有人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之后的话 这个产业链有可能会被弱化 下面是《中国时报》在说 中国大陆的航空业 首季度就亏了398亿人民币 数字也很大呀 新浪里面就指出 全国的票房几乎归零了 你看有这么多家已经注销了公司 那么《经济日报》里面就有一个社论说 多举措化解影视产业的风险 比如虚拟影院 就在家里看电影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来看《明报》里面就指出 国安部门就说 黑客借疫情在网上窃密 而且窃密的次数越来越多 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等等这些国家 下面是《人民日报》和《南华早报》 又在说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 是香港社会的共同职责 而且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史日程上来 下面再来看这是骆惠宁的表态 说促进香港法律层面 要推进维护国家安全 要尽快地下功夫 来自于《星岛日报》 下面是《大公报》和《星岛日报》 又在说 你看马道立 马道立是终审法院的大法官 他说从没有感觉到 内地干预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但是有匿名的法官就放冷箭说 由中央干预香港司法独立的问题 但是拿不出证据 拿不出证据叫什么 叫造谣 下面再来看一条消息 来自于《大公报》 钟南山就呼吁香港人 不要轻视 生活安全 而且说香港的防疫做得比较好 希望再接再厉 《明报》和《联合报》里面 就指出现在香港 不仅仅有新冠疫情了 还有登革热了 而且天还没热就有登革热了 确实对于香港的防疫工作 带来更加繁重的负担 好了 中华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我们来看《信报》和《大公报》 刘鹤就强调 如果上市公司造假 必须重研处理 下面是《经济日报》再说 人民银行现在通过各种方式 来释放现金 来释放流动性 推动低融资成本 包括降准 降息 《信报》里面就指出 内地的疫情妨碍吸引外资 你看手机 三个月FDI就缩了一成 包括外汇账款 减了这么多钱 170亿 16个月以来的最差 和疫情有很大的关系 澎湃就在说一个问题 2020年3月份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总体稳定 毕竟房子需要控制好 那么再来看联合早报 和彭博里面就指出 中国央行据悉将会拟定 首批数字货币试点的区域 在哪呢 你看《星岛日报》和《信报》里面 就指出 作为香港来讲的话 或许能够设区域数码货币 是不是会在大湾区呢 现在不好说 但是解除封关 指的是香港的封关 需要提前做好部署 《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里面 又指出 前英国电信董事长 加入华为英国子公司 当董事会成员 这也是一个好的举措 英国不应该排斥华为 中国台湾网里面就指出 中国大陆官网发文 武统何时开始 这里面罗列了这么几点 其实应该再建议一点 就是如果统一 遥遥无期 也是一个采取武统的方式 下面再来看 中国时报和环球网在说 你看台军进行年度操演 又有一辆雷达通讯车翻了 这说明什么 它的军事素质实在是太差 《大公报》在指出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健卸任 退休了 来看《大公报》另外一条消息 消毒酒精含甲醇 常用可能会有慢性中毒 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 好了 我们今天的焦点评论 要谈的就是美方 在世卫组织问题上不断地说三道四 我们谈谈这个话题 你看《南华早报》就指出 如果要是停止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将会对美国人带来更大的威胁 所以这样一个举措完全是错误的 BBC也在说同样的话题 《南华早报》就有一个漫画 你看特朗普现在第一枪就开到了WHO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举措 今天的焦点评论就是疫情严重政治化 那么世卫组织就成了杯锅侠 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 特朗普非要甩锅就在于 他把很多机会都没有抓住 完全是错过了 这里面就体现在特朗普 真的有些不务正业 为什么呢 他所考虑的就是选票 选票再选票 所以他把什么事情 都当成是一个选举 这就导致很麻烦的问题 刚才你看我们在提美国老百姓 需要得到一个救济的支票 上面都要写特朗普的名字 这不就是一个把疫情政治化 选举化吗 是非常非常不应该 还有呢就是特朗普 错过了很多难得的时机 美国情报部门在去年11月份 就提醒特朗普可能会爆发疫情 但是特朗普不重视 而且很怀疑 美国情报部门去年11月份 就知道要爆发疫情 他怎么知道的 那么在1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白宫人员 也提醒了特朗普 而且专门写了报告给特朗普 说可能会爆发疫情 会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特朗普看都没看 特朗普是前段时间才看了 他说我之前没有看 他那个时候考虑的 就是自己被弹劾 其他没有心思考虑 什么疫情不疫情的问题 那么第三次提醒是谁 是麻省太郎 日本的副首相 在G7会议2月份召开的 就提醒现在病毒非常麻烦 你们需要考虑怎么去应对 结果美国的一些官员就认为 这个东西对白种人 不会带来影响 那是你们黄种人要得的病 这就导致特朗普再次错过了 一个很好的时机 所以疫情泛滥怪谁 怪特朗普不正业 那么美国政府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害人 踪害己 不断地政治化 不断地去妖魔化中国 不断地去污名化中国 不断地去污名化世卫组织 恰恰是让美国国内 要承受这样一个巨大的代价 你看中国政府 中国领导人多次在表态 疫情不分国界 大家要共同抗疫 共同防疫 而且中国愿意对美国提出帮助 伸出援手 但是美国不断地 在对中国进行指责 疫情的解决 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现 所以停止对中国的攻击 双方之间合作比什么都强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